大家好 這裡是PR哥哥 我們大家有在健身的人都知道說 蛋白質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知道哪一些蛋白質很棒 哪些蛋白質又很爛嗎 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給大家看下去 蛋白質的好與壞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測驗方式來審核 比較常見的像是氨基酸的組成 消化率 生物利用率 蛋白質利用效率 之類的數據 但是其實我講那麼多 你可能也會覺得有點煩 所以我今天就講幾個重點 包括它的蛋白質量 蛋白質綜合的品質 還有價錢 來分析一些比較常見的蛋白質 來讓大家吃得更壯更爽 第一個我直接講一個低級的 來嚇嚇大家 就是連我自己都非常非常愛吃的 花生 花生呢它100克裡面有26克的蛋白質 然後不知道從什麼之後開始 大家好像覺得 花生是一個非常健康的東西 然後也標榜說 健身的人很適合吃一些花生 花生醬來補充蛋白質 但其實花生的蛋白質品質超級的低 它的PDCAAS分數只有0.52 那這個PDCAAS呢 它的中文就是 蛋白質消化率矯正胺基酸評分 也就是這個食物的 它的蛋白質消化率 以及人體對於它裡面的胺基酸 所需要的需求 來做的一個評分 簡單來講的話 分數低 像是花生這個東西 就是吃下去 對你的成長 是沒有太大的幫助的 再加上一些缺點 像是裡面有一些會致癌的黃蛆毒素 或者是有太多的Omega-6脂肪酸 導致你吃太多的話 對於你身體的發炎狀況是不好的 那這些種種加在一起 我必須給花生一個F級的分數 但由於它真的是很好吃 所以我最後還是把它升級為 一個D級的蛋白質來源 但是說到這邊 一定會有很多人在下方留言說 很常看到一些高手在吃花生醬 為什麼 那這個詳細的原因 你可能真的要去問他們 我這邊只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大部分的人 吃進這個食物 他身體對於他的反應 另外一個D級的蛋白質來源 就是穀物 麵包 麵粉 麵類製品之類的 你可能會有的時候看到一些 義大利麵 它的包裝上面 蛋白質還蠻高的 但其實這些製品 它的蛋白質品質都非常非常的差勁 PDCAAS大概都 0.3到0.5分左右而已 那之前就有看到說 就是game changer裡面 就是如素的力量的一篇紀錄片 它裡面說一個花生醬三明治 跟100克的牛肉的蛋白質含量是一樣多 就是大概都20克左右 那這句話其實沒有錯 但是其實呢 花生跟麵包就是剛講的那些穀物類的製品 它的品質都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你實際上吃進去 不可能會有20克蛋白質的效果 下一個要介紹一個C級的蛋白質來源就是蔬菜 你可以看到一些圖片 或是一些素食主義者會跟你說 其實100大卡的綠花椰菜 跟100大卡的牛肉 它的蛋白質含量是一樣的 這個說法其實是錯的 除非說那塊牛肉比較肥 那除了是錯的之外 其實蔬菜它的PDCAAS分數 大概也才0.7左右而已 所以它的蛋白質品質沒有到特別的好 主要還是會缺少一些必要的氨基酸 所以雖然說蔬菜是非常的健康 裡面有很多的營養啊纖維之類的 但它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我就會給它一個C級的分數 這邊還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些 比較蛋白質高的一些蔬菜 包括菠菜啊 綠花椰菜 球橄欖乳筍 另外一個C級的蛋白質來源 要提到一些QQ的東西 就是膠原蛋白含量比較多的一些部位 像是牛筋啊 羊腸 雞腸 豬皮 牛肚之類的 比較誇張的是 你可能會看到牛筋 每100克就有36克的蛋白質 但其實它這個大部分的蛋白質 都是屬於膠原蛋白 而膠原蛋白並不是一個很完整的蛋白質 它也不是一個品質很高的蛋白質來源 所以其實你吃下去 對你的肌肉成長 是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但除了它是一個比較不完整的蛋白質來源之外 其實這種東西 它的碳水跟脂肪通常不會到太高 而且它可以給你很有飽足感的一個感覺 那假如你真的很喜歡吃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吃牛肚 就是它一樣是這些QQ的 然後它的膠原蛋白含量 大概就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相較於其他以上那些講的 其實它會屬於一個比較好的蛋白質來源 因此 我會給它一個B級的分數 接下來要講的是豆類 豆類的蛋白質含量其實都不少 每100克裡面大概都會有9克左右的蛋白質 那其中又以大豆的蛋白質量 以及大豆的蛋白質品質來講是最好的 那假如是以PDCAAS的分數來看的話 它的分數甚至會跟一些動物性的蛋白質來源一樣的高分 所以對於假如你是吃素 或者是不喜歡吃肉的人來講的話 大豆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蛋白質來源 可是另外一個大豆跟其他豆類的問題 就是它的PER跟NPU都比較低 簡單來講呢就是消化利用率比較低 對於你的成長效果也會比較的少 大家可以從這邊研究看到說 各種的豆類 黃豆 或是植物裡面 其實都會有抗營養素 造成你的蛋白質在回腸中流失掉 尤其是年長者 或者是腸胃有毛病的人 就更需要注意這個問題 那除了以上這個問題 我還是會給大豆跟豆類製品 像是一些豆漿 硬豆腐 豆腐 一個B級的分數 然後其他的豆類 一個C級的分數 這裡再跟大家講一個最近非常流行 也是用豆類製出來的叫做天貝 那天貝就是拿豆類 然後跟菌加在一起拿去做發酵 幾乎全部的豆類 甚至連玉米啊白飯 都可以做成天貝 但是比較流行比較常見的就是大豆 然後黑豆 鷹嘴豆 之類的一些天貝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研究 他就說這些豆類經過發酵之後 他可以增加你的消化利用率 增加營養的消化 還有增加抗氧化的功效 也可以增加分類的密度 基本上就可以解決掉 我剛講到豆類比較難被消化的那個問題 然後還可以增加營養密度 然後還可以有一個發酵食物 對於身體廠味道的一個優勢 因此呢我會給天貝一個A級的分數 但是對於有密集恐懼症的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你們應該會給他一個低級的分數 這邊可能有人會問說 那天貝這麼好的東西要去哪裡買 那一些實體的店面 像是底人都買得到 那也可以上運動吃蛋白去裡面購買 然後還可以輸入我折扣 就可以幫你省一些錢 非常的棒 下一個要講的是乳製品 那乳製品呢通常都會屬於蛋白質品 比較高的蛋白質來源 但是除了希臘優格跟台灣比較少一些的毛巫起司之外 其實它的蛋白質含量沒有到特別特別的多 而且要吃的話還要擔心有慢性過敏還有發炎的問題 因此我會給他一個B級的分數 下一個要講的是魚類跟海鮮 那大部分的魚肉呢它其實蛋白質含量 大概每100克都有19克左右的蛋白質 有些甚至會比較高超過20克 像是鮭魚啊沙丁魚鮪魚 鮪魚比目魚血魚烏鍋魚之類的 那他們除了富含豐富的營養之外 有些還含有豐富的Omega-3脂肪酸 來幫助你抗發炎 其它的海鮮像是蝦子魷魚干貝 也是屬於蛋白質含量 滿高的一些海鮮 然後他們的品質也還不錯 但是這些東西咧 我是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方式 乌蛋的问题 像是你会需要去注意到它的养殖方式 还有它的来源之类的 但除了以上那些问题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你一星期 可以至少吃一次海鲜鱼类 然后我会给它一个A级的分数 下一个要讲的是大家最常见的 就是瘦的牛肉啊 鸡肉 猪肉之类的 那这些瘦的部位呢 它其实每100克里面 都会大概有25克以上的蛋白质 像是一些鸡胸啊牛肩 猪里肌 这些都是有蛮高蛋白质含量 然后蛋白质品质也很高的一些部位 那这些瘦的部位呢 其实它的价钱相对的较低 所以我个人会给它一个A级的分数 下一个要讲的是内脏 那其实台湾人呢 相较于外国人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多的人 敢吃内脏类的东西 像是腰脂 心 肺 肝 这些都是非常富有营养价值 然后蛋白质含量也高 而且蛋白质的品质也不低的一些部位 其中被国外寓为最营养的食物 就是肝脏的部分 那这样子猪肝里面就有非常多维生素B 尤其是维生素B12 29 然后还有丰富的维生素A 然后铁质跟矿物质之类的 而且每100克里面呢 就有26克的蛋白质 然后其中的蛋白质品质又是属于很高的 我会建议大家一个星期可以吃一到两次肝脏这个部位 那其他的内脏类也是可以偶尔给它摄取一下 那综合它的品质 营养价值跟价钱来讲 我会给它一个A级的分数 这边有些人可能会在下面留言说 怕吃这些内脏会有毒素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会跟你讲没有那么的夸张 而且现在吃很多其他的食物 也是一样会有更多的毒素 下一个要讲的是鸡蛋 鸡蛋它的蛋白质含量虽然没有很多 我可能一颗里面才有六七颗的蛋白质 但是它是所有食物里面的蛋白质品质最高的 然后它的取得也是非常方便 价格也是蛮亲民的 因此我会给它一个A级的分数 最后要讲的是乳清 那假如要把所有不同种类的乳清都讲完的话 会讲特别的久 所以我可能之后再特别做出一集 跟大家分析 但是以比较常见的浓缩乳清来讲的话 它的价格啊 蛋白质含量跟蛋白质品质 都是非常的优良的 因此我会给它一个A级的分数 还要再特别提到一个比较不常见 但是营养价值非常高 蛋白质含量也高的 叫做虫子 那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分析 虫子蛋白质跟营养价值的那支影片 但是综合来讲 我会给它一个A级的分数 那其实大家以前比较常注意的就是 蛋白质量的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你们会常听到 蒸鸡的时候每天要吃到体重乘以2克的蛋白质 那可能煎制的时候要慢慢的给它提升上去 以保留住你的肌肉 但其实除了蛋白质量非常非常的重要之外 蛋白质的品质也是相对很重要的 那今天这样子听下来 大家应该都有发现说 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源通常会比较高分 它的品质是比较好的 但假如你今天没有那么喜欢吃动物 或者是你今天就是吃树的话 也是没有关系 其实你只要吃很多不同种类的植物 其实也是可以把它的氨基酸补足 然后我还会建议你蛋白质量 也要吃的比普通的建议还要再多一点 因为你还要考虑进它消化利用率的问题 但是把这些东西处理掉的话 你还是可以增积的很顺利 最后就希望这支影片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就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